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填词 我找到了它的二胡的版本 有功法 有止法 所以正好它也用到二把位 在讲之前呢 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二把位吧 二把位的一指在这个位置就是相当于一把位时候的三指的位置 一指在这儿 然后这就是外弦的话呢 它是中阴的骚 里弦是中阴的道 然后再按一个指头 中间大约空一个指头的宽度 这个位置呢 二指是里弦 中阴的ry 外弦 中阴的la 就是都加一嘛 倒骚都加一 ry la 倒 ry 骚 la 这是拉不同的弦 然后呢 吸 刀 外弦 外弦到了高音的刀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学到了外弦 高音的刀 少拉 吸 刀 少拉 吸 刀 里弦是倒 来 咪 发 手型不变 吸刀半音关系 咪 发半音关系 所以呢 手型不变 这个三指和二指之间呢 距离稍微小一点 比这个一二指之间 但是三四两个指头呢 是紧紧贴着的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好 我们回到这个曲子上 这个曲子的简谱呢 其实我在之前的节目里面讲 食谱知识的那一部分呢 已经介绍过这个曲子了 所以我们就不详细的在这里介绍它的食谱的方法呀 画为打拍呀 这些了 如果你是零基础的朋友呢 建议你 查找我以前的视频可以来看一看 我们简单唱一下 这边 就是这一句 我们讲这个符号呢 它就是拉弓的意思 这个方向叫拉 从这里到这里 这个方向叫拉 反方向呢 叫推 拉推 上面标的一四 这表示一四 这里还有内 内 内就是说 这个音呢 要用内写 二 第二 这个第二指 这是它的一些符号 首先 搜 搜呢 我们从一把位开始 搜 三指 外弦 拉公开 搜 咪 搜 咪是一指 然后 搜也是一指 那说明呢 就是咪 搜 滑过来的 这样过来的 这样过来的 然后 滑过来一指以后呢 其实这个时候就已经是二把位了 对吧 然后呢 高音的刀用四指 小指 高音的刀 搜 刀 搜 拉 西 刀 跟我们刚才讲的是完全一致的 那 第一小节就是 啊 就这样 这个连起来的 它表示 这个圆弧连起来的 你可以看作是一个括号 括号里面的音呢 都是一弓奏弯 什么叫一弓奏弯呢 如果你是推弓 那这两个音呢 都是 如果是拉弓呢 反正呢 是一弓奏弯 这呢 恰巧是应该是推弓了 为什么 因为前面拉过了 这就该推了 拉 推 拉 它是这样交替进行的 第一小节 然后第二小节 这 接推弓过来 拉 推 拉 推嘛 该推了 拉是二指 刀 拉 扫 所以呢 不用换把 不用换把 我们接着拉 拉 刀 拉 扫 刀 拉 扫 刀 拉 扫 那么前面我们再连起来 这是前面的两个小节 然后再看这边 这边呢 刀一指 说明不用变 还是在二板位的位置 然后它刀 内弦一指 刀如果你是在一把位的时候呢 它是内弦的三指 它现在标了一指 那说明 就是用内弦 它有的谱 它会标内 有的谱不用标 你也能看出来 这是内弦 刀 倒 因为刀 倒是 只要换弦就可以了 外弦换里弦 re 二指 那说明呢 是不用换把的 re 是用的内弦 同样是内弦 当然 咪呢 它就不用标了 你就倒着咪 顺着就来了 所以呢 这小节都是在二把位上的 看 在接着最后这一个音呢 也是用内弦完成的 我们接一下 这个应该是 刚才到 这个刀是 拉弓还是推弓 我们从头吧 这个刀是从 拉弓开始 这个第一句完了以后呢 是拉空出去了 看一下啊 这个 它后面虽然都没有写指法 写用哪个弦 其实呢 你从这 从这开始接过来呢 自然就能够想到 如果你换弦的话 是什么样子 如果你换弦 这个时候换弦的话 你得回到一把位 就是这个效果了 所以呢 给这个左手了 增加了这个活动的难度 所以呢 就是直接用内弦 而且内弦的音色呢 比较圆润 不像外弦的空弦 re 它有一种尖锐的感觉 我们再连起来 来一遍 从 so mi so do 开始 so mi so do la do la so so do le mi le do le 好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吧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有一丢丢帮助的话 请你多多转发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